哈囉大家好,我是妮妮 今天的影片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長大後才學會的正確卸眼妝方法 以及我的眼周保養程序 那今天的眼周保養程序呢 我會使用必爾成他們在今年新推出的奇蹟活源氮細紋眼霜來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常看我日常影片的小組者們應該都有發現我算是一個 嗯...眼周細紋...蠻多的人 那原因除了第一個,上年紀之外 還有我本身就是一個表情比較豐富 常常就是放肆大笑的人 你看,像這樣 還有一點是因為年輕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眼周的部分 也要特別花心思去做保養 導致我現在後悔不已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就是希望可以幫助和我一樣有眼周細紋困擾的朋友 以及那些想要提早做預防的聰明小讀者們 千萬不要和當年的我一樣好殺好天真 你覺得反正還年輕 還有本錢 不用特別做保養 相信我有很大很大的機率將來也是會後悔的 我今天呢,剛好畫了一個顏色比較深 比較濃的眼妝 想說用這個妝來做卸妝給大家看的話 也會比較清楚的看到卸妝下來的成果 所以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先來把我的頭髮綁起來 眼唇卸妝液的量通常我會用蠻多的 因為我覺得用多一點的話才不會再造成太多的摩擦 一整片都濕濕的之後 然後再把它敷在眼皮上面 在眼皮上面敷大概15到20秒 好,先敷過等一下在卸眼妝的話 這樣會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想到以前學生的時候 在卸妝的時候就沒有想到說 要好好愛護肌膚 每次在卸妝的時候就是大力的擦 大力的抹 就是完全很大力這樣咻咻咻 那覺得好像要越大力才會越乾淨 啊,殊不知在那些年當中就種下來這些陰 然後現在造成現在的 現在的果,你們看 嗯,覺得太傷心了 大家千萬要提早 提早做預防 15-20秒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順著 順著眼睫毛生長的方向 所以是由上往下 這樣輕輕的往下帶 很輕很輕 你們看 這樣就會看到很濃的 眼睫毛還有眼妝這邊一閃一閃的 剛剛的眼影全部都已經順利的卸到你的卸妝棉上面 因為其實你這樣只用一次的話 還是會有沒有卸到的地方 所以我會 再用比較乾淨的部分 一樣再重複一次 好,然後我們再一樣 輕輕的很輕喔 幾乎都沒有用力 就再往下帶 你們看第二次還是有卸出這樣子 現在眼線還有剩一些對不對 但是我先不管它 我先把我的化妝棉對折 然後用背面乾淨的地方 卸下眼睫毛的部分 下眼睫毛的部分也是輕輕的 稍微的敷一下 然後一樣往下帶 你們看 又卸出來了 我覺得卸眼妝的時候其實還蠻有成就感的 就是看到這些東西會覺得 還蠻興奮 就跟集粉刺是一樣的道理 再對折用乾淨的地方 一點點一點點碰到 我肚子剛焦了 自然反應 絕對不能用大力摩擦的方式 因為眼周這邊的肌膚 比你臉部其他部分的肌膚 薄了有四倍之多 所以它是非常的脆弱 你們想想看 連臉我們都這麼愛護它 這邊還比你的臉薄了四倍 那是不是這邊要更加的愛護它才行 唉 一定要善待善待它 不要跟我一樣 莎莎不懂事 接下來我會用棉花棒 然後一樣沾取眼唇卸妝液 來卸眼線的部分 一樣要很輕喔 我的肚子一直在叫 真的好餓喔 然後我會再順著這個 睫毛生長的方向 由下往上梳 因為有一些睫毛根部的地方 睫毛膏 剛剛因為卸妝棉角度的關係 會沒有卸到 最後我會再用另外一頭的這個棉花棒 再重複一次 你們看我第二次用棉花棒再擦一次 棉花棒上面還是有沾到一些 黑黑的眼線跟眼睫毛膏 好那我現在單邊的眼睛呢 就卸完了 然後現在看起來還有一點點 好像還有一點眼線 是因為我以前有去聞過眼線 然後之前有人問我說 覺得推不推薦 我是覺得不太推薦 因為我即使聞了眼線這種化妝 還是要畫眼線 然後就覺得好像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好那我現在就趕快先來卸我另外一邊的眼睛 等一下再來示範眼周保養給你們看 現在卸完妝囉 那因為我手邊剛好有使用到一半的這個 奇蹟活潤睛頭露 所以我今天就一起搭配使用 然後 喂 喂 瑪莉來找媽媽了 接下來我眼妝要用的是BHN 一樣是我最愛的奇蹟活源系列產品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登 BHN在今年1月1號新推出的 奇蹟活源淡細紋眼霜 那它的使用方式是建議在化妝水之後 然後入液之前 其實我自己像我剛剛說的年輕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在意過眼周保養 在這幾年我才好不容易開始注意到 眼周其實也需要認真保養這件事 可是偏偏在前一陣子我使用到不適合我的眼霜 就可能太滋潤或是太厚重 所以導致我前一陣子在 眼睛這邊吧 長了一顆小肉牙 我記得那時候我去處理掉的時候 是剛好我在拍奇蹟活源精透露的影片 那時候我臉上這邊還有一個結痂 在之後的這大半年來 其實我就一直對眼霜有一種新生畏懼 我很怕再用到 可能不適合我肌膚的眼霜 不小心又長出肉牙或是長出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那次我收到奇蹟活源淡細紋眼霜 我那時候一打開看到它的質地的時候 我就覺得欸 它跟我認知中的眼霜質地是不一樣的 然後因為它有比爾全獨家的低質配方 所以它的油脂只有一般的精華液的六分之一 非常的輕透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應該其實用肉眼看就看得出來 它是這種透透的感覺 不是那種很厚重的霜狀 那我趕快先上在臉上那邊跟大家介紹 一隻眼睛大概的用量是像這樣 一顆米粒的亮 上在眼睛四周 就是用無名指這樣輕輕地把它點開 那奇蹟活源淡細紋眼霜呢 它裡面一樣含有5%最高濃度的奇蹟活源因子 奇蹟活源因子呢它是天然性的輕膚成分 它可以滲透到肌膚的底層 由內去修護肌膚並且淡化細紋 其實有看過奇蹟活源精錄 或是奇蹟活源精透錄的影片的讀者 應該都對這個成分不陌生 奇蹟活源因子呢 它跟我們肌膚天然的保濕因子結構很相似 然後它同時也具備了修護的功效 一直點到它吸收為止 其實也沒有規定這樣無名指啦 只是因為無名指的力道會比食指來的輕一些 而且你這樣點點點你會發現其實還蠻舒服的 那剛剛有說過它是一瓶油脂含量很低的眼霜嘛 你們可以看我像我現在上完的感覺 一點都不會厚重 奇蹟活源系的產品好像都是這樣 就是它上完會有保濕然後鎖水的感覺 可是它不會讓你覺得啊肌膚不透氣 我拉近一點給你們看 這邊是上過的 然後這邊還沒上 你們看這邊是不是就乾色乾色的 然後這邊就是潤潤的 現在趕快先來上另外一邊 它其實除了透過奇蹟活源因子做內部的修護之外呢 外層也會透過膠原頸緻網 可以全面的拉體眼周 由外收緊細紋 它是一款首創可以同時由內外修護加倍淡化細紋的眼霜 好 上完了 這邊也上了 剛剛這邊看起來很澀嘛 很乾澀 但是現在上完之後 它這邊也有一點光澤感 然後濕潤濕潤的 又不會很厚重 以上呢就是我的眼周保養程序 其實沒有很複雜很簡單 但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序 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忽略到它 那其實我自己呢一直以來都在找適合我的眼霜 所以這一次在公關他們和我聯繫的時候呢 我一聽到是奇蹟活源系列產品 接下來又是剛好我正在尋覓的眼霜產品的時候 我當下就很興奮的覺得 好 我一定要試試看 因為在我用過奇蹟活源系列的眾多產品之後 我覺得奇蹟活源系列跟我的肌膚算是還蠻吻合的 所以我就覺得 嗯 這一罐眼霜應該會是一罐適合我的眼霜 果然在我使用的這一段期間的感受還有效果 我都比我想像中的來得好 那相信大家在使用眼霜上最害怕的不外乎就是 太油膩或是太滋潤 但是相信我這一罐眼霜真的 絕對不會有這個困擾 因為連受過肉壓毒害的我 痕跡應該在這邊吧 用起來都覺得質地很清爽 而且使用起來很安心 不會像之前說啊擦了眼霜之後 又擔心會長出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用起來的感覺非常的舒服 然後我現在也非常期待用完一整罐之後 我的眼周細紋改變 希望可以拯救一下我這些 今年累月的眼周細紋 我知道我的小讀者很多都還很年輕 但是要相信我眼周保養一定要及早開始做 其實什麼保養都是啦 因為其實人不管年紀 你在笑的時候多少都會有一些細紋在眼睛的周圍 你們看像這樣 像這樣笑的時候啊多少都會有一些紋路在 那在將來有很大的機會跟可能性 這些紋路都會變成眼周細紋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可怕 所以大家一定要早早開始做預防 千萬不要和我一樣 這樣你們一定會回不當初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正確卸眼妝方法 以及我的眼周保養程序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看到這邊的小讀者一樣恭喜你們 又可以參加留言抽獎活動啦 那今天的留言抽獎活動呢 一樣是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在這支影片下面按讚 留言的時候一定要加上我要參加抽獎 最後再留下任何想要對我說的話 是不是很簡單 好啦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有讓大家獲得有參考價值的資訊 也希望可以幫助到和我一樣一直來都在尋覓眼霜 以及想要及早做預防的小讀者們 讓我們一起來認真的對抗眼周細紋 預防眼周細紋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很爛的卸眼妝的時候 像我有時候回家很累的話就會 很爛的卸眼妝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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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鬆 欸欸欸欸 欸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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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奇奇魂很淡氣魂也算很無味 有什麼味 有什麼味 好 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